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線連線》 這一段的訪問 我的嘉賓又是潘志森博士 他是美國馬省理工學院的前科學家 他是香港人 他今年就開始研究法律 他認為現在香港的司法體系 對香港的法制都很模糊的 因為我今天為什麼採訪潘博士呢? 因為現在香港基本法23條就來辣的了 諮詢期還有幾天 現在基本法23條辣的過程中 大家都有點憂心種種的 都擔心這個是炎炎進化 甚至乎 怎麼說呢? 篩利過或者研究過過暗發片 潘先生就寫了一份新聞 潘先生 你好 Lucy 你好 觀眾大家好 上兩個星期我才是第一次在你的平台接受訪問 想不到兩個星期之後忽然間又需要再說話了 因為期間正如你所說的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 基本法23條這個資訊文件出了路就邀請人來提意見 你剛才說我出了新聞稿 沒錯 我星期四那天就出了新聞稿 但是那個新聞稿呢 其實就是介紹一份的意見書 主要就是那份意見書 就是我提交給這個Security Bureau 這個叫什麼 國安 我經常用英文說的 所以就不知道 它那個意見書是這樣的 遞交了進去 那這份意見書就不是一份普通的意見書 就是一個法律的文件來的 那就是詳細地解釋那個23條立法其中的某一項 那我就作一個很深入的法律的探討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意見書 一個指控書 就是向這個香港政府 他們怎樣的損害法治 還有違法違憲 損害人權 提出一些很深入的 很尖銳的指控 所以那個新聞稿呢 只是向媒體和法律界人士 作出一個宣告這樣 讓他們知道有這份文件而已 那我就很多謝你今天有個這樣的機會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我們文件的內容 首先潘先生 現在國安法是2019年6月30號就立了 那現在大家形容這個國安法就是魚肚大法 所以什麼都是國安法 那現在你知道香港判案 判國安法判得很重的 不過唐彥健差不多判了9年 甚至乎現在有些人做衣服 離開機場做國安法香港時代革命的衣服都不行 說香港加油都不行 所以今天都想請人潘先生幫你集中說一說這個煽動罪 是的 是的 都不知道怎麼有 可能我都說一下都變成煽動罪了 說真的 是的 剛才我說的Security Bureau其實就是保安局 因為我很抱歉 因為我經常 因為我寫這份東西都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有時候轉回做中文 有時候真的一時想不到 這個諮詢他就請人家去提交意見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提交意見 我想少之後少 如果我提交那份的意見書 其實是一個指控書 如果不是唯一一份都是很少數的意見 他早幾天才聽他 你一早說我沒有人提議 沒有人反對 沒有人 誰這麼有空去和你提意見 提了都是多餘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那我第一篇的意見書 其實就是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因為他那個23條立法其實是巴羅萬有的 那23條其實就涵蓋了七宗罪 是不是七項 那其中有兩項呢 就已經在《國安法》那裡包含了 其實有三項的 他就說有兩項就是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罪 那兩項就是23條包含了 其實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都是在這個23條那裡的 不知為什麼他又不算 然後他就在23條立法那裡的那個proposal 那個建議書 那另外就另張旗鼓又弄了一大堆 那個23條的什麼外國團體或者勾結 其實就是重複了的根本 我也不知道他的思維是怎樣 所以其實這個23條那個所謂的立法諮詢 他其實就是想多了的 他們真的阿茂做餅 沒有那樣就弄那樣 那23條根本都沒有叫你做那麼多事情 他們就弄到加鹽加醋 就弄到不知道多繁複 那才是愛國的 就是他想著其實多什麼 根本就是叫做 那麼多樣東西 很多人在社會上 在這個 你們都聽了 很多 就算你這個平台 都很多名嘴 市評論員 都是就這個《日南條立法》 發表了很多意見 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 這是惡法 惡到無倫的惡法 一看就知道 哪裏有人立這些法 個個都知道是惡法 個個都是不滿 個個都罵到盡了 我這個無謂多說 但是 表示不滿之餘 在空氣上 你可以表示不滿 可以譴責他 甚至你可以 讚文去外媒 有些人也會這樣做 嚇死去華盛頓郵報 或者華爾街 你可以 那是沒有用的 那你就出了一篇文章 沒錯 引起注意 這樣就罵他的餐 這樣就可以譴責他 或者這些政治領袖 那些什麼國務院 那些人 可以發言譴責 那譴責完 那又怎麼樣呢 那他特首政府 就照例回應 他已經有反駁隊了 已經準備好了 你有什麼來 來到不滿 他就馬上反駁 你有華爾街的論文 他的文章 他就馬上寫回 他不是第一次 他寫了很多次 每次他都準備好了 就馬上去託嘴了 那如果你在那個層次 那裡跟他對峙 就浪費氣了 我們都知道 那些就是跟他講道理 你跟一個國人講道理 沒得講的 官自兩句口 一任他講 這個世界就是有強權 就沒有公理 就算你是一個政治 你一個外媒 或者什麼很有地位的人 跟他講道理 他就反駁你 他就說強烈不滿 嚴厲指責 就是干涉可內政 那些四事真言 不斷地講一頓 那這些全部就是 配付了家庫相對 沒有結果 就浪費時間 他們就有時無恐的 他們就說 你們哪有認識我們的內政 我們真是依法辦事 全部都是依照基本法 依照人權法 你們認識不認識 他們真是這麼說的 那如果這個層次 你一個外媒記者 或者甚至是一個政要的人物 他們沒有辦法跟他談 他那些立法 怎樣是合法 怎樣合憲 因為他們根本都不處理基本法 就算是香港人權法 其實根據這個 人權國際公約 社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來到立的法 那些他們知道 但是怎樣應用到香港的層面 大家都不知道 很模糊的 所以你如果用一個這樣的層面 政治的層面來講 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就完全不會從事這些這樣的工作 所以他一出了這份東西的時候 他多謝你 都是你提醒我 當晚我立刻聽著他宣佈的 那我立刻就去看這篇 那我知道 其實就是沒有了道 所謂沒有了道 不是說大家都知道 當然了 那些是違憲的 是吧 基本法違反我們這種人權的 如果你是從一個這樣的層面去跟他爭論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這就是老生常騰 違憲 誰不知道他違憲 他說他不是違憲 那你怎麼駁他 那你最多 你只可以去司法覆核他 有人已經說要司法覆核他 是不是出來就司法覆核你 甚至是如果抓了你23條 你去抗辯的時候 又在法庭那裡跟他抗辯 那個問題就是在那個地步的時候 你抗不抗得他贏 那到那個層面 就不是說跟他講道理 而是跟他講法理 那如果你是要跟他講法理 你要首先知道那個法理何在 那個法理就不單止就是說 我們基本法保護言論自由 就大了 保護我們集會自由 或者結社自由 大了 你不可以侵我的權 如果你在這個層面 你跟他爭論 你就輸定了 因為很多司法覆核都是這樣爭論 一上到司法覆核 被人駁回 駁回了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駁回 那些官那麼偏心 為什麼這樣 還有法治 大家都不明白 就是因為那個 法理那個核心問題 就不是大家想像中 基本法說我們保護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這麼簡單 因為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他們就有一個深層 進一步層次的問題 大家都首先聽不明白 都不知道他們 政府各方 提出那個論述 說我們合法合憲 全部都是對的 你們說我違憲 我其實是違憲 那真的 上到那個法庭那裡 真的 就判了他們是對的 那整天就說 那些官員為什麼在亂判 上到中審有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搞不出那些文路 所以我首先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憲法 是有很多的層次的 不是大家想像當中 這麼簡單 這麼片面就是 基本法保護我們 各個人的什麼什麼自由 什麼什麼權利 這麼簡單的 那 我首先第一份的報告 就是正如你所講的 就是言論自由 就是關乎這個刑事煽動的問題 你剛剛講的 就是香港經常都說 違法違憲 違法就是違反基本法 說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 那現在的國安法呢 其實是基本法附件三裡面的 照到它就不應該帶過基本法 是吧 但是現在反決的時候 這個國安法是大小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它就要播放這個國安法 所以那些新聞 如果你說的 其實 國安法也好 23條也好 它應該是基本法下面 下面 附下基本法 還有就是這樣的法 可以說是一個上方保健 它不可以廉價的呢 是的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它一出《國安法》的時候 就猛地在那裡吹風了 《國安法》就大了的 有凌駕性的 記不記得 他沒有說凌駕性 凌駕到什麼地步 它有凌駕性 人大常委會就一錐定音 一言九炳 記不記得 經常用這些言吵詞 來威嚇全香港人 因為你不懂憲法 不懂法律 其實一聽 哇 他們很威風 全國的國家 扮下來的嘛 當然是大了 不是的 它就在那裡吹風 它說是凌駕性 它沒有說到凌駕到什麼地步 它凌駕性的意思就是因為 它是附件三引入的 所以就是《基本法》的一部分 它是《基本法》的一部分 所以其它本港 本地的立法 本地的法例也好 什麼條例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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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本地立的法 都是要復應於 它這個附件三以下的文件 因為它是《基本法》一部分 但是 《國安法》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它只是從《附件三》那裡引入 它能夠引入 那個機制 都是由《基本法》來賦予它的 《基本法》那裡有一條說 你可以從《附件三》那裡引入一些全國的法律 全國法律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但是如果你由《基本法》《附件三》那裡引入 就可以了 這只是允許一個批准給你的 但是你引入之後 你就不可以 女孩子大過主人婆 你那個《國安法》只是個女孩子 進來就不可以大過《基本法》的 甚至不可以大過《人權法》的 香港《人權法》 就是被《基本法》賦予同等的地位 人權法案才是凌駕性 人權法案凌駕性到一個什麼的地步 連《基本法》其他的法什麼法都好 以後的所有的法都不可以凌駕《香港人權法》的 是大了的 真真正的大了 不是《國安法》 是《香港人權法》 請各位市民留意聽我說這句話 不要讓他們撫嚇到你 《國安法》大了 這個是虛假這個嚇人 只是騙小孩子 人權法大到一個什麼地步 我們都知道《基本法》 就整天就說可以人大釋法 是吧?你有什麼不對聽就是人大釋法 就釋到它剛剛為止 對不對? 為什麼《基本法》可以人大釋法呢? 因為《基本法》是人大常委撰寫的 是由他們立憲的、立法的 由他們寫的 他們不是有這個解釋權 所以《基本法》它是最終的解釋權 人大常委都不是全部的 這個就是要分清楚 這個太複雜了 我以後才講 但是基本上來講 人大常委是有一個解釋權 它有的 《基本法》 但是香港人權法案 被承認為《基本法》的一部分 但是香港人權法案 就不是人大常委立的法律 這個是國際法來的 明白嗎? 所以不是由它立的法 人權法案 人大常委就沒有解釋權的 那個解釋權在哪裡? 那個解釋權就是在聯合國 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那裡有他們來解釋的 他們才有那個最終解釋權 人大常委沒有解釋這個 《香港人權法案》的權的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的 這些律師甚至法官都不知道的 這個是我自己發現出來的東西 因為它只是講《基本法》有解釋權 《香港人權法》 不是《基本法》固有的法律 只不過是被它承認成為《基本法》一部分 那個《人權法》是國際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公約》那裡引入的 是一個國際法來的 不是香港的憲法來的 但是它和《基本法》有同樣的 所以就 《人權法》沒有權去解釋《人權法》的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呢 他說 《國安法》大了 其實不是 《人權法》才是大了 所以為什麼《香港人權法》這麼重要 叫《香港人權法》 你一定要切頭切尾地理解《人權法》 講些什麼家科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對《人權法》那個認知 就很片面了 《基本法》就有言論自由 《人權法》有言論自由 但是他們不知道 《人權法》除了自由之外 都有一些限制 是有限制 所有的權利都有限制的 不是絕對的 你聽不聽到 李家超也好 鄧炳強也好 那個律政市長什麼都好 每個人開口埋口 就是說 什麼權利 什麼自由 不是絕對 大家聽不入耳這件事情 他說你什麼不是入耳 大家聽不入耳 整天就以為 我們就言論自由大了 什麼不是絕對 是不是絕對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權利不是絕對 是已經是一個普遍 大家都承認了的事實 譬如我們有言論自由 所以你去看影片 去戲院那裡看戲 你看那些戲 是不是有分等級 一級、二級、三級 兒童不儀 你有權去看什麼戲 很暴力也行 很色情也行 你可以有權去製作任何東西 成人就可以了 但是為了保障兒童的福祉 社會那個風氣的問題 那我們就分等級來限制這些戲 你太暴力也不行 不讓小孩子看 這個就是限制 我們這個全部接受了 言論自由不是什麼 是要受風化來限制 然後有疫情的時候 是不是有限制啊 有限聚令啊 你出街不可以太多人一起啊 不要太多人去集結啊 到疫情的時候 有一個衛生的問題的時候 就對你言論或者集會 或者什麼都有限制 然後到你公安的時候 你太多人混亂 是要人群管控 是不是要限制你多少人 那些人流怎樣 全部要限制你啊 那些全部都是對你的自由 和權利的限制 這些是我日常生活 完全接受了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一說到國安法的時候 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們就說人權 我們的人權 什麼權 言論自由 就會結社 大了 國安法不可以管我 國安安全是損害我自由 不行 那我們就想差了 什麼權利都有限制 國安安全當然是可以限制你的言論 你的結社 當然是可以 問題不是說可不可以 所以你連第一個的問題 你都想不通 就已經是盲失地說 是絕對的 那你已經輸了 就是你已經在那個法理上已經輸了 你想不通那個道理 是有限制 但是問題就是限制到哪一個地步 那個才是一個核心問題 那在哪一個地步呢 那個就很難觸摸了 就要你很仔細地拿捏 那怎樣拿捏呢 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 就是因為大家 因為大家對這個 人權那些法案那些 那些東西 那個認知是很無的 甚至是上到法庭 我最近才留意到 甚至上到忠審平的法官 對那個人權法案那些界線 都是很無的 所以大家就是 混水摸魚 就是一個整個煙霧在那裡 就是亂摸 那就給這個政府方面有機可乘 因為它就抓住人權法案 第16條 講言論自由就是第16條 然後集會或者結社 就不知道第17、89 就是此類 條條都是這樣說的 這些自由是受到限制 就是受到 這裏我想問 是不是人權法案16條 香港人權法案16條 就是講言論自由的 這個其實應該叫做 freedom 是講這個opinion and expression 就是思想和表達自由 就是和這個言論自由 是一脈相承的 可以說 是不同的名詞 但是一脈相承 就是16條 這個就是和國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那裏相對稱的 每一條香港的人權法案和它相對 但是人權法案那裏 就不是16條 就是19條 因為人權法案有幾條 開頭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那些 開頭的幾條 香港人權法案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是講一些 整個國家的層次問題 那麼它沒有失辣的 所以那個數據是有些不對證的 所以人權法案第17條 他就這樣說了 言論自由 不是言論自由 是表達自由 表達自由就包括言論 出版 或者演戲 你用什麼表達都可以 用戲劇也可以 漫畫什麼都可以 就是表達 你無論如何 其實所有的表達都是一個言論 都是這樣 但是他的國際工作就是用表達不是說言論 但是理解上是一致的 他就這樣說了 你這些是有自由 但是要受到ABCDE 四項不是ABCDE的限制 其中一項就是國家安全 要為了保障國家安全 所以這個國安處 香港政府 律政司 就是拿著這一條 你表達自由 是有自由 給了你 《基本法》都有給你 但《基本法》都說要受人權公約那裡的限制 其中一項就是國家安全 那我們用國家安全 有風就洗盡你 國家安全大曬 國家安全可以限你言論自由 限你集會自由 這個揭捨自由 這個這樣的機制呢 如果你都不明白 就死在喉一邊 我言論自由大曬的時候 已經輸了了 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 已經輸了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現在那個煽動罪 為什麼這麼猖獗呢 周圍就說說你說什麼都不行 你說些東西令人仇恨政府 藐視政府 藐視法庭 表示警務人員 什麼都好 就是犯這個刑事 因為這個犯的刑事呢 煽動呢 就令到人家憎恨政府 憎恨政府就會有黑暴 就會令到社會不安 就會暴動 就有顏色的黑命 全能上光上線 所以我們就要由亂入治 就一定要嚴刑進發 所以就用回他的語言 就是說 至於這個盟牙狀態 to nip it the butt 就是你盟牙的時候就要割掉他的 所以他就是用一個這樣的理據 來到自言其說 就是說 人權法都說我可以用國安法來填製你們的嘛 那我有什麼錯呢 他一講到這樣的理據 如果你不懂得駁他 你一上到法庭也好 甚至上到聯合國那裡 表述也好 你已經輸了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嘛 所以我現在呢 寫第一份的報告 這份的所謂意見書 其實就是指控書 就是講給這個保安局 就是跟他們講 你們這樣的論述是完全胡說八道 為什麼胡說八道 我不是跟他喇嘛 不是說撥駙馬街的跟他喇嘛 我是用一個很深層次 很高質的法律的理據 一項一項的跟他拆解的 Lucy 所以呢 這個引子先講到這裡 讓大家知道那個嚴重性在哪裡 我告訴你 我這份的第一份指控書 這件書 是破天荒 是在香港的歷史 有史以來 第一份的報告 去正式在法律上 向保安局 向律政司 向特首 我給了個Copy給的特首 李家超的 向他們質疑 你們這樣的歪理 你騙小孩子就行 你騙不了我潘志森博士 你騙得贏我 我寫這一份報告書 我不怕上法庭 甚至不怕上終審庭 因為終審法官都不明白我的事情 我是指點到他們的思路 這份報告書是一個很沾身的法律論點來的 以前大家都不了解的 甚至是上到人大常委的面前 我都跟他們爭論 他們拼不了我的 因為我指證他們都是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有一件很微妙的事 大家都說 國安法有一條惡法 一出來了 搞到我們雞毛鴿 全港就是風聲鶴唷 很慘 其實我告訴你 國安法立法的時候 人大常委會立法是非常精準的 是寫得非常之細緻 那個嚴謹的程度 是拍得住原底的《基本法》的 它所寫的東西 絕大部份 絕大部份都是嚴格遵守《基本法》 和《香港人權法》的 你信不信由你 它是真的 真是小心了情報 真是遵守了的 《基本法》要它做什麼 它說了什麼的 只不過它的延遲很掩飾 講到好像就是它什麼都可以 陷害吹水的 大家看法律不要看它吹水 要看那個實質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大家就給它吹水 就是國安法大了 就以為是零卡星 其實不是的 它真的都依照了 因為它這個人大常委 它是有一幫法律 憲法的專業人士的法官委 整幫法官委是專注法律研究的 他們去咬文雀字的鑽研出來 雖然很闖絕 但是這麼闖絕 整出了一場這樣全面的《國安法》 其實是不簡單的 是做得很好的 為什麼《國安法》現在變成這麼大的惡法 就是因為它來到香港的時候 那幫的國安警 那幫的律政司 就將它完全曲解了 就將那個《國安法》 原本不是這樣的意思 就將它膨脹了 將它膨脹了 就濫權了 然後再加上這個《四十三條實施細則》 《四十三條實施細則》 就是《國安法》呼籲香港電腦 就由他們本地立法 由他們說 是怎樣可以實施這些法律程序的 它就將它加鹽加醋加醋 做到它有這麼立即這麼立 一到那個程度 那執法到這麼嚴苛的時候 你那個法律是什麼都好 它就先斬後袖 就先抓了你 就先坐牢 就還押了你才無限的 所以你有一些這樣的機制在那裡 就原本那條《國安法》 不是真的這麼立的 就是給了牛肉麵 不是這麼辣 它不斷加胡椒下去 辣到你噎不下 那些陷害就是香港政府搞出來 然後去到法庭的時候 律師不了解《國安法》 法官不了解《國安法》 陷害就將那些 《國安法》 就整天想著《國安法》 應該是這麼嚴重的 就從那個極端的角度來想 就將那些案子陷害 就判到最極端為止了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到23條立法 就不是國家層面那裡 有很多人 那23條這麼辣 我想它都不是本地那些 律政司那些人去立的 當然是背後有勢力 當然是國家有人去指指他們 幫他們 不是 這些陷害就是本地那一幫的傭官 不知所謂那些所謂律政司也好 國安處 他本地都有那個國安局 是嗎 國安局是什麽 就是國家的機構 是那幫人那裡廢門造居 弄出來炒出來的一碟菜出來的 它就說 現在我們要本地了 因為是什麽 人大指令 人大5月28日指令就是2020年 立國安法的時候 人大一個指令 就叫人大常委就立法 然後就弄了這個國安法出來 然後那個指令又叫本地 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 又要23條立法 就指示他們要這樣做 那它就拿著雞毛桿命線了 現在國安法是叫我們這樣做 人大常委是叫我們做 要履行我們的憲制責任 哇 一說出來 這個是憲制責任 那它這個憲制責任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人大常委付權給我 到一個情報就是怎樣 它立出來的那些法 現在你看它的建議立法 是全部爆了燈 超了標的 完全是超乎了所有人大常委也好 國安法也好 賦予他們的權力 叫他們立法的程度 是完全加糖碟屋 在那裡加燃加醋 煮到有這樣 然後阿茂做餅沒有那樣做那樣出來的 所以大家有目共睹 大家看 哇 這樣也有這麼多的東西 完全就是因為它這樣使然的 那些我不講了 其他那些不講了 我今天就主要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刑事煽動罪 這個刑事煽動罪 這個煽動罪 是這個23條 原本 7條之中的一條 是有的 為什麼 國安法立法的時候 就只有分裂國家 和占覆國家 就沒有煽動的呢 這個煽動的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這個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 都是全國性的法律 原本有的 就是國內是 大陸那裡是有這樣的刑法的 是國家安全法的其中一部分來的 但是他們就偏偏就是沒有這個煽動罪了 就是沒有犧牲這個罪 所以它就不可以用這個藉口 就是說由全國 由附近三國引入的 所以就等本地來立法 本地立法 它原本已經有一條叫刑事煽動 1938年開始那個殖民時候的時候 時代的時候的惡法已經整了出來 那一路都沒有用的 因為那條法實在是太難了 那是違反人權的 之類之類的 但是一直就擱置了沒有用的 直到國安法立了之後 他們才偷偷地 偷偷地 就去應用這個刑事煽動罪 開始就是用在一些小人物 比如一塊必或者是羊村 或者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人 就用這個煽動罪了 沒有人知道的 那時候用 控他們這些 大家都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直至羊村上訴到終審法庭 終審法庭就是頒佈了 就是刑事煽動 就成為國安法一部分 就說那個保釋 都是要用國安法的程序來保釋的 一去判了一件事 就正式一聲就爆炸了 那個就是1921年12月的時候 那立刻一判了這件事 他們就立刻走去指控這個立場 所以兩個星期之後立場 就立刻要被他們查封了 然後就停運了 然後蘋果、黎智英也都被他加控 就是這樣發生的 那條是一個惡法來的 那他就說有錢無控 那這個23條叫我們立法 那已經有立法 然後呢 中審法庭就說這條法是生效的 就是成為23條的一部分 就是可以當為這個國安法這樣用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用這個刑事煽動 就馬上亂告你們這些人 又抓你們 說什麼就又抓又鎖了 但是中審法院呢 那個判羊村說保釋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粗疏的一個判斷 他那時候根本就沒有考慮到 這個刑事煽動罪 那個本質是什麼 他沒有解釋一樣 處理一個問題就是這條法 雖然是名義上就是煽動罪 就是23條的部分所需要的 但是任何的立法 你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條法律是不是合憲的嘛 那時候中審法院呢 就只是判這個 楊村就說 刑事煽動是可以是 沒有得保釋 因為這個國安法就是沒有得保釋的 煽動罪呢就是23條一部分 所以你應該是國安法一部分 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片面的判案 他完全沒有考慮到 他是不是一個合憲這個問題 那我剛才都講過了 國安法頒下來的時候 他人大常委都考慮到 那些法律是不是合憲的 那個顛覆罪啊 分裂國家罪啊 都有煽動這個部分的 但是他定這些煽動 分裂國家 煽動天覆國家呢 他都有考慮是不是合憲的 有的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到我們自己本身 本地的法庭 甚至是中審庭 他將這個刑事煽動 納入國安法的時候 就是完全不考慮這個問題 這個是他們完全失職 我下一個報告又會講這些 是這個中審法轉的徹底的失職 然後一班出來就立場 新聞立刻要收檔 全民就押著無聲 個個就閉嘴 當時不能說 甚至香港加油都不能說 這些完全是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在國安法之下 這個煽動分裂國家 煽動顛覆國家 煽動顛覆國家 唐英傑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被他判 是怎樣的 就是用一支江時的旗 江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 在7月1日 那一日立法第一天 他拿著電單車到處走的時候 就說他這樣 這支旗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就是這樣抓了他 就騙他分裂國家 判了九年半了 唐英傑就是這樣的 但是到現在 今時今日你看一下 這個 國安處和律政司 還有沒有起訴 人家用這個江時口號 就起訴他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 沒有 現在你做江時口號 他不會用這條 現在就完全是用刑事煽動了 為什麼呢? 因為刑事煽動的定罪門檻 就比煽動分裂國家的定罪門檻低很多 刑事煽動就是說 你說什麼 是令人產生 對政府或者對國家產生仇恨 或者是有分裂的意識 什麼都好 那就犯了刑事煽動 就是這麼簡單的 比如說 快必 黑警察 死全家 說一句這樣說 那你就是犯罪的 就是暴力的 就是仇恨警方 就可以判你刑事煽動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 你如果比較唐英傑 江時期 和今天 最近那宗姓朱的那個人 在那個機場那裏 他穿一件T恤 他叫朱啟邦 穿一件江時的T恤 準備上飛機去台灣的 誰知道 因為那T恤就立刻抓了他 然後就抓了他 他就認罪了 判他什麼? 不是判他分裂國家罪 同一個江時口號 就起訴他刑事煽動 就判他多少? 他認罪了 今天三個月 三個月和九年半 天比和地比 雖然三個月都不對 但是由此的比較 你就可以知道 唐英傑那時候 告他江時口號 是港獨的標誌 就煽動分裂國家 這個是一個冤案 是一個錯判 因為他們現在 律政司自己都知道 心知肚明 唐英傑那個是誤判 所以他現在都不夠膽 再用這個分裂國家來 控告任何一個說江時口號的人 那個轉捩點在哪裡? 轉捩點就是 唐英傑判了我之後 還有另一個就是 美國隊長好像 就是也是因為江時 或者其他的言論 判他又是分裂國家的 先動分裂國家 判了他幾年的 之後就完全沒有了 之後就全部轉台 為什麼? 因為在那時候之後 我就發表了一天的文章 在大紀元 香港大紀元發表文章 就指出唐英傑那個判案 是多麼離譜的 那個煽動 這個分裂國家 不是這樣用的 那麼律政司可能收到封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古思堯 最近又被人抓了 台棺材 就說他企圖 去煽動他人 去仇恨 認識煽動 你記不記得 早兩年他 這個是第二次的了 早兩年他的時候 又是這樣去做這樣的事 就是台棺材 又是這樣去抓了他 這兩年前的事 大約 當時的報紙報告 大家可能不記得 一抓了 古思堯 第一次抓他的時候 所有的報紙 報道 都是說古思堯 因為台棺材 準備做文章 就抓他 就起訴他 準備起訴他 指控他 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不知道分裂國家是顛覆國家 總之是其中一件國安罪的 一抓他的時候 全香港報紙 傳媒 電台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煽動分裂或者顛覆國家 我忘記是什麼 是國安法的罪 但是過了兩天 到真的上庭的時候 就馬上轉了 就不是煽動分裂國家 就是變了刑事煽動 這個很微妙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由一個國安法 就變了刑事煽動 為什麼呢 因為國安警抓他的時候 還以為是從英傑那個性質的案件來抓他 就說是分裂國家 但是到律政司要真的上課 提出指控的時候 那律政司就知道了 這個撞了板 這個行不通了 不要再叫他分裂國家 因為如果他再分裂國家 上訴再打下去 可能會輸了 被人上訴了 揭發了唐英傑那個冤枉 所以他們就開始不再引用這個了 所以由古思堯第一次被抓 台官場第一次被抓 他們就開始轉了台 就說了是刑事煽動 就不是分裂國家 是刑事煽動 直到今天為止 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表明了 律政司他們自己都心知肚明 《國安法》那個赤道 是去到哪裡 他們現在的刑事煽動 那個定罪 准則是去到哪裡 是低很多的 那個是以言入罪的極致來的 所以用這個例子 給大家了解 為什麼刑事煽動 那個影響這麼深遠 如果你不把它剷除了 香港是永無零日 是深入到民間每一項的 先說到這裡 Lucy 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再解釋 為什麼刑事煽動 是怎麼去拆解它這件事 你剛才看的問題很想回應 你說基本上 《國安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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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都要符合香港人權法 這個法理的基礎 你說現在整個司法體系 不是這麼知道 假如他知道 或者是法官、律師 抗辯一方都知道的 用這個理據 去你的法律社會打官司 會不會令到那個案件 峰迴路轉呢? 假如我 唐英傑的案件 我知道了 我現在去上訴 唐英傑會不會的延期 就像股司優一樣 都搭回幾個月呢? 你知道唐英傑那個案件 曾經有人說過嗎? 就是專家說過 他那個只不過是一個交通事故 一個事故來的 你都以一個分裂國家 才判了人家九年半? 是啊 他們這些上綱上線 所以就正正 正正如我大早一開始所說的 《國安法》原本沒有這麼辣的 但是一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被你的檢控官、律政司、國安警 全部上綱上綱 就把那個煽動分裂國家 國內有的 國內那條真是很辣的 你做任何事 講任何事 有一點牽涉到煽動 就能告你的了 但是你一來到香港 那個《國安法》 那個《人大常委》 他們立法的時候 不是搬自各自 把國內的《國安法》搬下來的 他是把它改頭換變 就把那些條文 是適合本地的憲法的 所以《基本法》 是有《基本法》的元素在裡面 是有《基本法》的制衡 所以那個煽動分裂國家 他就是寫到那條文 我告訴你 根據《國安法》第21條和23條 煽動分裂國家 煽動顛覆國家 如果你去叫人做任何的舉措行動 比如是組織啊 或者是招攬啊 或者進行一些實質的活動 可以構成分裂國家的行為 這就是犯法的 因為你叫人去做一些事情 你叫人去做一些事情分裂國家 你就是犯法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說 分裂國家分裂國家 港獨 港獨 說一下是不犯法的 我可以去鼓吹 我鼓吹我要港獨 我要鼓吹分裂國家 我要鼓吹顛覆國家 吹什麼 沒有犯罪 這個是《國安法》說的 人大常委說的 我對著人大常委都是這樣說 他不說得我錯的 現在說他錯是誰說他錯呢 律政司說 然後那幫懵懂的法官說 因為他經常想著《國安法》等同國內那些 國內就是真的說都不說 講一下都有罪的 在香港 我作一個比喻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大膽講這件事 《國安法》有四條 分裂、顛覆 勾結外交勢力 和恐怖 恐怖活動 勾結外交勢力 那裡就沒有煽動的 沒有煽動成分 那裡就不用說了 恐怖呢 恐怖活動有煽動成分 那個條文是怎麼說的 27條 凡是宣揚恐怖活動 和煽動他人實施 不是宣佈恐怖活動 宣佈恐怖主義 有一個理論 或者是煽動他人實施這個恐怖活動 實施有兩個實施 英文就是commission 或者 commit a crime commission 是有實質行動的 在法律上 實質行為、犯罪行為 是很重要的 你只是吹下水 只是說話 是沒有用的 不是犯法的 我可以說 這個滅中共 什麼什麼仆街 可以這麼說的 這麼多人去死 不見你死 可以說的 你不要叫人 你明天去五金店 買些水喉通 就走去元朗那裡 那些黑衣人 你這樣說 就是煽動他人 去實施一個犯罪行為 那就是煽動他人 使用暴力的 你只是說 那些黑衣人 怎樣的樣子 他們該死 或者大家應該遭受懲罰 你可以這樣說 可以揍他 揍到什麼都可以 你不要叫人去做 那個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言論自由 有一樣就是說 思想犯罪 你只是說 就是一個理論 只是一個主義 或者是一個信心 甚至是一個信心 這個宗教也好 就是你這樣說 在思想上 你犯罪 你不要叫人去做 那就不是犯罪了 那 我用這個比喻 大家就會明白了 恐怖活動呢 就是講一下都不行的 這個《國安法》二十七條 怎麼說呢 有宣揚這個字 就是 宣揚恐怖主義 或者是煽動他人實施 實施當然不行了 你煽動他人實施 一定是犯罪了 但是恐怖活動呢 恐怖主義呢 宣揚都不行 那個意思就是 你講一下都不行的 為什麼講一下都不行呢 因為這個恐怖活動呢 是會影響到社會安寧 因為你一講的時候 社會就會有一個震撼 有一個威脅 那個就不是影響國家安全 那個就是影響社會安寧 這樣就有一個很微妙的分別了 就是說 你說的那些思想 你說什麼思想都好 你不可以影響到民生 不可以影響到社會安寧 你說的事情做些事情 不可以影響到社會衛生 或者社會秩序 那些就可以去制衡你的 去限制你的 但是 你就不可以用國安法 或者國家安全 來限制我的言論的 所以這個恐怖活動那裡 你看到它不可以宣揚恐怖主義 也不可以煽動恐怖行為 但是一去到說 煽動國家為顛覆國家 就沒有這樣一回事 第二條 第二條 二十三條 那裡就只是說 煽動分裂國家 或者煽動人家去顛覆國家犯罪 就是罪行 但是完全就沒有說 宣揚分裂國家或者宣揚 顛覆國家是犯罪 沒有這樣說的 所以你看法律 就要觀察進來 要把這些字眼看得很清楚 宣揚恐怖主義就不行 但是宣揚顛覆國家主義就行 宣揚港獨就行 宣揚顛覆 宣揚分裂國家都行 你只要不要煽動他人去實施就可以了 所以那時候 香港民族黨 那個主腦叫什麼 什麼天 陳浩天 陳浩天 他開一個民族黨 他說的民族黨是一個推水黨 不是一個實際行動 但是那個本地那個國家什麼單位 就立刻去廢他了 他就上這個新聞協會那裏 在國際外媒協會那裏來講 給了他一個seminar 講完之後就譴責 連那個主事人 那個是《金融時報》那個記者 都要制裁他 以後就不讓他簽證再進來 就譴責他們 其實這個就是 他們就用了大陸的分裂國家罪 來引入了香港 在大陸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在香港 到《國安法》 那時候《國安法》還沒實施的 還沒頒布的 到《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才發現原來 講一下民族主義 或者甚至是香港獨立 是完全沒有犯法 現在我們可以用大聲疾呼 當然了 那個《國安警》就不是這樣跟你講 你試一下去講一下 他就立即先抓你 先斬後就 問你兩年 然後你就跟官說 他這樣做 其實就是使用了這個執法的暴力 他濫用了他的職權 然後那些法官完全都不了解《國安法》 去到審的時候 就全部同意了 他說不行不行 那就全部判了你坐牢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了《國安法》說什麼的時候 你就知道完全這個是一個謬誤來的 所以這次《二十三條立法》 他所謂的諮詢 其實只是一個假的諮詢 大家都知道 給大家一個月的時間諮詢 誰有時間 有什麼精神去諮詢 諮詢嚴重的 被你起底下 就黑名單 誰夠膽去這麼說 我就是為人所不為 我就入了紙 我進去不是跟他吵架 我是跟他講這個法理 就解釋給他聽 《國安法》都不夠膽判人有罪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二十三條》做到這麼盡 這麼過火 所以在《國安法》的 所以你剛才說 去到法庭的時候 怎麼去割辯 有幾個層次的 我那份的意見書 是包括幾方面的論點 現在最流行的一個論點 報紙傳媒都有講的 因為現在快必那宗案 譚德志那宗案就是煽動罪 快必就是第一宗的煽動罪被他抓的 然後他就一直上訴 現在去到這個上訴庭 去年七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了審的 上訴庭已經聽了審的了 但是上訴庭法官就說 我們要九個月 因為他們都害怕了 那個煽動罪太複雜了 那個太震撼了 他說要九個月 所以七月聽審了之後 九個月就是到四月才 最遲四月才可以有判決 但是在此之期間 有三條立法 有三條立法 就將煽動罪不單止保存 還將它抗而大之 加了馬 加了蠟 包羅萬 現在還說要加刑期 真是離了大島 罵黑警死全家 要判別人坐九年 九年本不是吧 你有沒有病啊 那些這樣的建制派 那些忠誠廢物 就猛地在附和 說了這些廢話 所以我的意見書那裡 就立刻指出 我說快一點 那案件還上訴更加 你那個上訴就是說 它是不是合騙 那你現在就說 要這麼匆忙去立法 立法 快一點那個判詞那裡 說你不合騙的時候 那你就不行 所以我就說你趕快 就要先按號 這個煽動罪 不可以立法 一定要 因為快一點那案件 就算上訴庭怎麼判 誰贏都好 一定會上到終審的 一定 雙方都很堅決 再次呢 我真的要再次重申 快必是做了一件很緊要很緊要 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做了一件很緊要的決定 我剛才說快必是第一宗 被人控訴這個煽動罪的 所以他案件是牽頭羊 他第一個被告判罪 然後呢是第一個上訴 楊村都在上訴 但是楊村那個牌齊是厚 厚過快必的 所以快必那個呢 那個上訴呢 是很關鍵性的 為什麼快必會這樣上訴 我告訴大家 快必揹著幾件的罪 刑事煽動 其實是一個芝麻綠豆的罪 因為他現在都是47人案的一部分 其實快必那個刑事煽動呢 已經坐滿了 他上不上訴 對他自己本身來講 是完全沒有作用 但是他作出一個決定 他就是將他僅餘的很少的財力 物力人力 就是集中去上訴刑事煽動 他47人那裡呢 是選擇認罪的 他也懶得跟你爭辯 47人他沒有為自己抗辯 他反而呢 煽動罪已經坐了牢 他還要去上訴 為什麼他上訴呢 因為他都知道 刑事煽動是影響深遠的 全香港人的福祉就是刑事煽動 被 就是 押著無性 全部倚人入罪 全部禁聲 就是 寒蟬效應很厲害 所以他就是犧牲了自己的福祉 是為港大市民作一個上訴 然後他有一個很好的法律團隊 我可以跟你這麼說 他們用了一些很好的理據 我都是一路留意的事情 我都有參與很多給他們的意見 他們是有機會成功 就算他不成功 在上訴庭上到終審 我現在這一份的法律文件 去到這個保安局這個發明文件 都是幫助到他們上訴的 到最後是會成功的 所以阿快必上訴呢 他是默默地為香港 是貢獻了 在這個法治上做了一個很大的奉獻 所以在這裡 我是鄭重香港來表揚的 這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這樣發生了 所以我一入了紙 這個保安局入了紙 我那個 你剛才也說的 我那個新聞稿那裡也提到了 我就提醒保安局 我說現在發表案還是判定的 你們立刻要按照 當日我發表新聞稿之後 那個網媒發表線 那個網媒發表線 當日就立刻去保安局那裡查詢 究竟 快點那裡 那個 那個 上訴那裡 那個進展是怎麼樣 那你現在23條立法 會不會等它 等到它判案之後才立法 那你猜保安局的發言人怎麼說呢 不予置評 沒有話要說 他都口啞啞的 他們都答不到這個問題 那你可想而知 根本他們那個立法 那個程序 那個思維 是完全是表面的 就是完全是沒有一個整體 完全是模糊的 亂的盲衝直撞 他就信心滿滿 以為就是 刑事煽動 他們有理有他 一定贏的 快必一定輸的 他現在看到我這個建議書 他們是知名的 因為我這個建議書 是非常之辣的 我講的話他們沒有辦法回答 而且他們一定不可以忽視 不可以 掃到那個 put it under the rug 不可以就這樣掃到一邊 因為我是說有理有據 所以剛才我講的那個例子就是這樣 那 怎樣在法律的層面 來跟它抗衡呢 現在最大的一宗新聞 就是 在法律的案件那裡 早幾個 上個月 兩個月 就已經提出的了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最近 就是在英國的書物園那裡 有一種突破性的案例 那個突破性的案例就是關乎到這個刑事煽動的 就成為了一個普通法的很重要的案例 那個案例就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都一路以來 抗辯的時候所有律師都是這樣說的 去到法律煽動的時候呢 他們就用一個普通法的原則就是 普通法的原則就是你煽動的時候 一定是要煽動到人有暴力 那你才可以告人去煽動的嘛 就全部用這些法律觀點 但是怎樣呢 去到法庭 完全沒有效 為什麼沒有效呢 律政司就是說 那些普通法的判例有什麼用呢 現在我們香港的環境 我們有黑暴 我們有國家的指示 《國安法》叫我們這樣做 這個是凌駕所有的普通法 不用聽人 為什麼呢 在《基本法》底下 普通法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不是有制約性的 不是控制性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聽一下就算的 就是你剛剛聽你就用 他剛剛聽就不用 那他們叫什麼呢 普通法對聽的 那政府不就用 這個普通法這樣說的之前 可能他不就用 不對聽的時候 就跟法庭說 那這些普通法不合時宜 不適合我們這個 國安法的環境 我們這個黑暴的情況 是不會用的 所以你不用聽了 就是這樣 是選擇性地用普通法的 所以習近平來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基本法》的制度 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用《基本法》 你信一下他這樣說 習近平真的說 要堅持《基本法》 這個普通法 但是他所謂堅持就是 對我聽就堅持 不對我聽就是 我們這個是本地的情況 那些普通法不適合我們的 你們的歐西 英國澳洲那些 你們有你們 我們有我們的法治 你不要干涉我的內政 就是這樣的思維 就是選擇性的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普通法 來講 全部都輸了 以前說不要用 要用暴力才行 都是輸了 到最近呢 就不單止是說普通法案 然後是英國書物院 英國書物院呢 以前 1997之前呢 我們所有的法庭上訴 到最後呢 英國書物院就是我們的 中審庭 那時候還沒有中審庭 所以去到上訴庭之後呢 再進一步 所以書物院那個地位呢 就等同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中審庭的 所以那個呢 就是去到書物院的時候呢 有一個殖民地國家 這個千里達 又是這個刑事煽動 一直都高到上去 那麼那個書物院呢 就判下來了 就說呢 刑事煽動 是需要有 煽動暴力這個成份 才可以 承之於法的 不可以就這樣說呢 說仇恨這樣就可以的 這個成了一個很 強而有力的基本法 這個普通法的判例了 那所以呢 全港的律師就拍了手掌了 那現在呢 書物院也是這樣說的 那立刻呢 就是法律那裏呢 那件案呢 又是這樣提出 就向訴庭 立刻就向他們發信 就說了 現在有判例 然後 《立場新聞》那裏 那裏都是一樣的了 一樣跟那個 區域法院法官 這個彭法官 柯偉健 法官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告訴他 沒有用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普通法 你這麼厲害也好 去到書物院也好 不適合聽 他一樣說 這個是不合時 不適合我們的 就算真的適合 譬如上訴庭真的說 哦 那這個普通法是這麼說 贊成 去到之後 然後就一定上訴到 中審庭 中審庭一樣 是這麼說 我們要聽這個書物院的判例 就算是這樣 所以說 你會不會怎麼樣呢 大家都心思同名 特首李家超 和這個 律政司司長 不是一樣 要釋法 向人大釋法 叫人大說 喂 人大釋法 就大過你什麼法 普通法在哪裏 只是參考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循環去做的 所以你用什麼書物院 什麼判例 沒有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抗爭 去抗爭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這樣的機制 是有少少幫助 但是最終都是會失敗的 但是我現在提出 那份法律文件 不同之處就是怎麼樣 我用了兩樣的 除了這個普通法的判例之外 我還用了兩個很堅實的法律的論點 是他怎麼打都打不掉的 怎麼打都打不掉 他不能脫身的 怎麼樣 第一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就引用香港人權法的那些法理 你都證明了 就證明那個論點 那個法理就是支持那個國安法 分裂國家罪那些 立法的時候那個立法精神 就是不可以以言入罪 那這些法理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大家不懂怎麼疏理那些 那些人大 那些香港人權法案的那些條理法 如果等一下有時間 我才深入去講到這個層面 因為你說到這個層面 就要將那些人權法案做條文 他們現在經常說 這個律政司、香港政府 或者國安署經常說 言論自由不是大了 是會 國安安全是可以限制你的 它引來引去 就是剛才我跟你所說的 這個人權法案第十六條 第三款 就經常講來講去那裡 但是除了第三款之外 還有其他第一款是講其他東西 還有不是第十六條 而是第十五條 又是講一些關乎言論自由 或者是關乎思想自由的東西 又是講一些關乎這樣的東西 那些他們完全拋住老後就不看了 其實是完全相關的 那些條文就講出一個道理 一個很基本很基本的道理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總是一講到這個法律 就扯不下的 我嘗試用一個最簡單的人話 不要講法律的語言 用人話跟大家來解釋 這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人人有思想自由 是不是思 我的思想 我的腦海裡邊想什麼 這個是人權法案第十五條 第一款講 十六條第一款是這樣講 人人都有opinion opinion就是意見的自由 然後十五條第一本 人人有思想的自由 thought freedom of thought 我想什麼東西是我自由 而且這個自由 是一個絕對的自由 這個thought不單止是thought 是包括很多東西 巴羅萬有的 這個思想是巴羅萬有的 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 是定義了的了 這個thought是 那條法 那個人權法都是這樣講的 包括fought conscience 你的良知 還有你的religion 你信什麼東西 佛教也好 教天主 道教 回教 什麼都好 你的believe 是你的fought 一部分 還有你的believe 這些東西是完全絕對 沒有一個人去左右我想什麼 我信什麼 為什麼 我的腦海在想什麼 你怎樣用國安法來左右我 我不講給你聽我信什麼 行不行 就算我講給你聽我信什麼 我的腦裡在想什麼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可左右的一個思想 我的思想是不會犯法的 我想什麼都可以 如果我想什麼都可以的時候 就是說 我可以想 我愛國 我喜歡你 很愛國 我真是真心 那幫這樣的忠誠奮物 我很真心愛國 是不是真心 他才知道 是不是 但是我也都可以 在腦海裡邊 我很憎恨這個國家 我很憎恨政府 我很想黑警死全家 我腦海是這樣想 我不講給你聽 行不行 我口裡邊說 我很愛國 一樣可以的 所以我腦海裡邊 多憎恨你 你左右不了我的 所以我思想犯罪 不是犯罪 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的 譬如你走去看 我剛才說的 看三級片 看暴力 或者色情 看完之後 你腦海裡邊 充滿了暴力 充滿了色情 你有沒有犯罪 沒有犯罪 你看完 你自己 當然對你的身體 不太好 你的人品不太好 這個是你的事 只要你看完之後 不要把你腦海上的東西 轉化成行為 你看完那齣戲 然後走出去 走出去 就像周潤發一樣 拿著兩把槍 亂射 或者走出去 看到人們就拉在一邊 強姦 非禮 那你就是犯罪了 明白嗎 所以思想犯罪 不是一個犯罪 是要有實質行為 才是犯罪 譬如 如果你看完一部 出三級片 然後走去犯罪 是強姦人 殺了人 你香港政府 國安警 或者警方 會不會就走去 抓那個戲院 那個管友人 或者抓那個製片人 就說 你現在煽動人去暴力 你煽動人去強姦 或者非禮 會不會 當然不會 他只是說一些東西 可能影響到你的思想 就是這個意思 只要他沒有叫你 你看完這部 這部 這部 這出戲之後 馬上去買兩支槍 走去射人 如果他出戲 是有這樣說 他就真的犯法了 因為他是有明顯的指示人去犯罪 是煽動人犯罪 這個就是煽動派人去犯罪 這就是犯罪 如果他只是說色情 只是說暴力 無論說到什麼都好 只要你列他三級片 甚至是四級片 不要給小孩子看 這樣就可以了 他沒有犯法 你就不可以說 如果你社會上這麼多三級片 整個香港就是色情泛濫 就是暴力泛濫 所以我們要全部禁制這些東西 當然他有這個道理 太多暴力的思維 色情的思維 對社會是不太好的 但是如果你一刀切 把那些不良的東西全部殺了 你就會殺了其他很多無辜 因為有很多其他正面的 三級片 正面的教育片 有三級成份的 或者是藝術成份的 你都把那些正面的資訊 全都抹殺了 所以你不可以用一個立法 就因為他有一些負面 就把所有的正面都全都抹殺了 所以我們都深知透明 去接受這些普通常識 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言論 影響到人的思想 就說他犯罪 所以同一道理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不斷去煽動人去仇恨政府 不斷去煽動人去 不是煽動是宣揚 煽動都可以 煽動人去仇恨政府 煽動人去分裂國家 煽動人去顛覆國家 你只是煽動自此為止 就不要叫人說 你煽動人去顛覆國家 明天馬之槍組團 走去奪取政權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就是犯法 你只是說 這個垃圾國家 我們現在推翻它是最好的 我們要港獨 講港獨是沒有犯法的 OK 你只要叫人不要叫人 怎樣去講獨就可以了 這個理念 就好像學院第一份那個報告那樣 在一個學術的刊物那裡講 講獨或者是一個這樣的理念 有什麼犯法呢 只是一個理念一個思維 沒有人敢做 沒有一個實質的執行 是沒有犯法的 所以 你如果從一個這樣的觀點 你就知道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人權法案那裡 其實就是一些這麼仔細的 你分拆出來 是有跡可沉 真的有一條一條 層層疊疊的這樣解釋 但是一般人看 就不會看得這麼仔細 那這個 國安處或者律政司 他就只是指著一條 對他自己有利的 第16條 第3本那裡 就是可以 國家安全就可以限制你的 他當然是這麼做的 其他的衷以不聞 什麼都不看 我現在就要拆爆他們這些東西 拆爆了他們之後 就算想到法庭 他的法官從來沒有看過這些條文 現在我迫使他們要去看 你一看的時候 就一定要接受我這個論點 就是思想犯罪不是犯罪 這個就是從這個人權法的角度來講的 這個是不可以推翻的 就算人大釋法 我剛才也說了 人大釋法都不可以 釋這個人權法的 因為他沒有管轄權的 不是他立的法來的 所以這個是很穩陣的 然後這個是受世界所供應的 如果他人大夠膽去釋這個人權法 全世界的國家 人權法的國家就會馬上向他指控 因為大家都明白人權法在說什麼 你不可以說 國安委那裡說人權法 你們國家 你們這些外媒 外國的勢力是這樣解釋 我們現在在香港的環境 是我喜歡這樣解釋 不到你這樣說 這個是國際供應的 所以人大都沒有權去解釋人權法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沒有人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 各位觀眾 如果你今天聽官員商講你的話 你有福了 你就真正了解人權法的權威性 大家真的要把這件事記在心中 然後另一件事的法寶是什麼 另外一個法寶就是指出 最近的一件終審法院的判例 就是正正也都是說同一件事 這個就叫做思想犯罪 剛才所說的就是思想犯罪 你去煽動人家 看一些銜片 看一些暴力表 這個是思想犯罪 先量思想犯罪 你這個思想犯罪不是一個罪 你不走就可以了 最近一宗的 這個 中審庭的判例 很重要的 就是引用了這個名字 想法判例 思想犯罪 他這個思想犯罪的審判 這個判詞是不經意的 不是故意這樣說的 是從一個很簡單的一宗案件 這個就涉及19年的時候 這個社會運動期間 有一個人就被人抓了 就說他管有一個非法武器 他當時就在那裏 跟警察在那裏對峙 因為警察在那裏施暴 有一班觀眾在那裏呼喝 就罵一些黑警 他就走過去抓了這一名的男子 他叫做什麼 我忘了他的名字 陳俊傑 他就是陳俊傑 陳俊傑 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這個是一個無名英雄 他就是一個經紀 他就是和那些 好像地產的 地產經紀 就和那些警察在那裏對峙 在漫畫的時候 就被人抓了 就在他身上 搜出一堆的成索 不知道有四十幾條 這樣的繩 他搜不到其他武器 又沒有刀 又沒有軍 甚至沒有雷射筆 什麼都沒有 就有一堆繩這麼簡單 短繩來的 六寸長的繩 他不知道做了什麼用途 那香港有一條 就是管有刑事犯罪的 叫做什麼 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 那這些工具包括什麼 譬如你身裏有鉗 又叫什麼東西 或者有商人的武器 其中加了一樣的 就是一些長繩 那些長繩 如果你身裏有長繩 那些長繩 那些長繩 就是來捆綁 譬如你爆洩人家 撞見時主 那你制服他 用長繩來捆綁他們 那你認識的用途 就說長繩也是一個工具 那你這個長繩是幾尺長的 你才能綁到人 他身上的東西就是怎樣 就是只有短繩六寸長 那那些警察就怎麼說 他說你六寸長 你六寸長可以打烈的 打完烈 你四十幾條打完烈 就幾尺長 你幾尺長 就可以用你怎樣 就把那些雜物 那些橫欄陷阱綁在一起 就作成了一個路障 去堵塞交通 那就去行使了這個暴力 阻塞交通 是違法行為 六寸長的繩 可以變成幾尺長 那就犯罪 那他判了他有罪 然後上訴庭又判他有罪 因為這個呢 他個個都說 是啊 六寸長 誰知道你是沒有會長 那他就判了他坐五個多月間 他已經一路坐了 那他就上訴到中心庭 到他上中心庭的時候 他已經坐滿了 那時候 但是他堅持要上中心庭 那很多人都不會這樣 浪費錢 打輸了的時候 又要虧了錢 在時時間 他堅持 他就好像 蔡玉玲 那樣 蔡玉玲就是了 又堅持了 721事件 查冊事件 已經罰了他 罰款而已 就是給了算 蔡玉玲一路上訴 一路上訴 一路上訴到中心庭 最終是判他贏的 我上次也有這麼說 因為他的堅持 所以去到中心庭 判蔡玉玲贏 判蔡玉玲贏 勝訴 不僅是他勝訴 他還是判了 他勝訴當中 是有一個判例 就構成對新聞自由 作出一個判例 以後都可以適用的 所以那個價值 就不僅是罰你幾十元 或者幾百元 那個罰款這麼簡單 而是背後那個法律 那個概念 是樹立了一個法律研究 那裡才是值錢 那裡才是重要的 所以這個陳鑽玉案件 一樣 他堅持上到終審庭 雖然輸了兩次 到終審庭就怎麼樣 判他贏 就簡直那個法官 其中有一個外籍 這個不是國安法 所以有海外法官 來審 那個法官去審訊的時候 就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問那個檢控官 喂 你這樣 那些聰明都可以 可以犯罪 那請問你 那如果他拿著一支 原筆 頭簽了的原筆 是不是又是 攻擊性的工具 問到他口硬硬 是不是 就是說 你任何的工具 你如果想像豐富 你如果想像豐富 你自然不可以 用來睹盲人的眼 是否攻擊性 當然 如果你到一個思想法 所以他就定義了 你的法例 不可以用來定人思想犯罪 這是不對的 他就引用了這個名字 這個就是香港的司法界 終審法庭的Jurisprudence 那個判例第一次 第一次 破天荒第一次 引用了這個名言 就是叫做Thought crime 思想犯罪 那他就說 你的法例 不可以判人思想犯罪的 那他判了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不經意 報紙都有報 很多的傳媒有報 也都有引用思想犯罪 但是大家都想著 思想犯罪 那就是判你性數 那你不用坐牢幾個月 不是這麼簡單 他判完他這個 就留了一個檔案 就是不可以思想犯罪 這個思想犯罪 就是一個法律原則 這個法律原則現在怎樣 這件案是一個非國安法的案件 有外籍法官參與 就將舉能做主審的 是由他寫的 就用了這句這樣的名言 現在我這個法律文件 就引用他這句說話 就是說刑事煽動罪 一樣是以言入罪 就是判人思想犯罪 這個是違反終審法院 這件的判例 那這樣就不同了 現在就是有終審法院的案例 來反駁刑事煽動那個合法性 那個合憑性 明白嗎 而終審法院的判例 人大釋法是不可左右的 因為它有終審權 人大釋法不可以左右終審法院的判例 它判了 不可以 因為它有終審權 基本法也是這樣說 甚至國安法也是這樣說 終審庭判了 那個就是不可逆斷的 一定要成立的 所以我現在這個論點 是非常之堅的 我就不是說只是普通法 叫人不可以用暴力這麼簡單 這個是非常之簡陋的一個辯論 是天瘡白孔 是很容易被人擊破 我是用一個很堅強的彈藥來防禦的 是用人權法 人大沒有辦法釋法 是用終審法院的判例 人大沒有辦法釋法 來支持 所以這樣提交給這個保安局的時候 到律政司他們那些所謂的檢控官 他們研究我講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反駁我講 他們現在知道害怕了 我準備任何跟他們辯駁 如果他們找個反駁咀隊和我駁 那些駁咀隊只是會吹嘴 只是講一些政治性的語言 他不懂法律的 他一定要 就先林鄭郭 林鄭郭根本就不懂人權法 他來和我辯駁 我不怕他 我可以和他辯駁 我說這樣的理據 是完全真的 各位港大市民 所以你留意吧 發展是怎樣 我現在已經 將那個精義解釋給你聽了 其實講穿了是非常容易的 大家都已經接受 潛移默化了知道 只不過是不懂得怎樣用這個法律語言 去表達出來的意思 我只是盡我所能 將我所知的法律 將它轉化為 是一個法律的語言 來向它挑戰的意思 然後我用這個人話 向大家解釋 希望你可以接受到 聽不明白的時候 盡量發言 可以查問 我會非常樂意 來解釋的 這個只不過是第一份文件 我現在還在寫第二份 如果有時間 還寫第三、第四、第五份 沒有時間 因為它只給了一個月的時間 下個禮拜就下個禮拜到期了 28號 28號之後 又裁著預算 根本就沒有時間 去處理這些問題了 那我現在先講到這裡 Lucy 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再需要解釋的 那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到時就 或者我會準備潘博士 是啊 你隨便留言 我是需要引發社會 更多更廣泛的討論 真理是越變越明的 不要讓這個政府來蒙蔽 因為他們不斷去吹水 去漁民 這個漁民政策 然後很多人就犬餘了 很多市民就說 國安法大了 你還講些什麼 現在2024了 阿潘先生你睡醒了嗎 現在只有他說 沒有你說 當然 如果你認知那個層面 只是保留在 國安基本法大了 保障言論自由 那個層面 當然你一定輸不夠他爭 我現在提供的 是非常 是一個暫身的層面 來的 就算所有香港的律師 所有香港的法官 很多都沒有想到 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各位觀眾聽眾 你今天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論點 完全 我可以告訴你 不僅僅在香港 在國際上 就算在聯合國的層面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我指出那個人權法 那個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 裏面的條文 怎樣去詮釋 怎樣去保證 保障人 那個言論自由 你言論自由 你講得過分一定是限制你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 講你自己的思想 你不叫人去犯罪 就完全是免受國家安全 那個人權法講得很微妙的 你那些講思想的犯罪 是可以受到很多的限制 就是倫理的限制 衛生的限制 或者是治安的犯罪 也都不可以侵犯人家的個人權利 你不可以用你的言論 就走去誹謗人的 或者是無故去揭發人私隱的 是吧 那些就是受限制 那些是不行的 那些是侵犯了其他社會的利益 但是唯獨一件事 人權法講得很清楚 這些全部可以限制 國家安全 就唯獨國家安全 不可以限制我的思想自由 為什麼國家安全 不可以限制思想自由 因為每一個人 可以無憂無慮地說 我的政治理念 甚至是反政府的理念 這個就是民主的基石 對不對 你一個政黨一個反對派 我說一些你政權不合聽的話 你就說我是用國家安全來打壓 這個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做法 現在他就說我一黨專政 你毫無意義毫無人犯罪 這樣 民主社會就不行的 你多黨 你有你講 我有講 我講 你不可以用國家安全這個房子 來限制我的政治宣言 OK 所以這個支聯會 現在他就告他肩覆國家還是什麼 說八九六四而已 說八九六四的理念 我是一個出於一個良心 這個正正就是人權法保障的 我是speak my conscience 我的良心 我是對八九六四的死難者 表示一個哀悼 一個自義 我每年去紀念他 我也都覺得 除非共產黨倒台 要不然國家沒有希望 他們可以有這樣的宣言 但是他沒有叫人去怎麼打倒你 是不是 沒有叫人去怎麼顛覆你的國家 所以他現在用顛覆國家來起訴 支聯會是完全錯的 他對這個顛覆國家這個理念 是完全錯了 那個《國安法》那些國家不是這樣定義的 但是這個這樣的定義 律師不知道 法官不知道 律政司不知道 他們知道 律政司現在知道的 因為唐英傑那裡 他不再用美國分裂國家 來告其他人 他們知道那個界線在哪裡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不會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只可以在這裡呼籲 社會上一定要 開心見誠 對這些這樣的問題 開心見誠的討論 越討論的時候 那個真理就會浮現出來 我今天只是拋磚引辱 其實這個保安局 他們立23條 他們是需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就是人權化的委員會 找一些專家 來審核他們的 他們不是 現在就是一幫烏合之眾 保安局一幫烏合之眾 國安處一幫烏合之眾 甚至是國家安全處 那個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國家一個單位在香港的 那幫烏合之眾 那個人都不認識基本法 那個人都不認識人權法 就閉門造居 阿茂造餅 弄出這個23條 資訊文件出來 一看下去 簡直就完全垃圾 然後陷害 將它無限的擴張 旅旅就是違反了基本法 和這個人權法 都不自知 它只是握秉持主 就是國家安全 可以限制這些東西 人大給我們授權 有建制決定 因為有止暴 制亂 由自及興 由亂及之 就握著這個口號 那我就什麼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就是握著雞毛 就當靈戰 上綱上線 就是凡事左三分 就是這樣了 人家國家都沒有叫你 做到一個這麼盡的地步 它就說 國家給我的任務 我的牽制責任 我一定要完成了國家任務 不僅僅 還做特色 過了標 過了頭 越過頭 就越表示外國 就是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 越過頭 它就越濫權 明白嗎 它立的法 全部是自己濫權 就是國安處濫權 律政司濫權 那些權盡在它那裡 你什麼都是犯罪 我說你犯罪就可以了 那它就立法 立了法 就拒大了 所以他們那個目的 不是說真的要立基本法 立23條 是跟著人大那個指令 不是 是過頭的 過了立的 好了 太長了 那我就到此為止 因為這些事情 就是一筆幅這麼長 講不完 大家儘量留言 我未必即時可以回覆到你 因為老實說 我現在非常非常非常忙 因為我現在在講 再寫多些意見書 是提交的 我根本不夠時間寫 我是十分之疲勞 因為我只是一匹夫之勇 一個人來這樣做 沒有人幫我的 全部我自己做 自己寫的 是很艱難的事情 兩個星期可以寫到一份 這麼有份量的文件 我告訴你 沒有人做得到 保安局圓團 做夢都沒有想到 有人會 入了網上的文件 他以為 大家市民不敢做 就算敢做 還是講垃圾 我不是講垃圾 這個他們很難啃的 我告訴你 我從事科研幾十年了 我知道怎樣去分析事物 我也知道怎樣去爭論 那些道理 真理 我現在就是用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 科研人員 專業人士 三十多年的身份 來處理這件事 是用我的專業的知識 然後我過去幾年 累積了法律的知識 是消費了很多法律界人士的認知範圍 雖然我沒有一個 潘先生你有什麼法律學位 有什麼證書 執過什麼二百姆 我不是執業律師 執業律師的意思就是 我有很久 或者我是知道那些法律程序是怎樣 可以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是這麼多而要 我是知道有什麼法律的案例 那些這樣的事情 都今時今日 你一個人上網什麼都知道 現在還有一件事 有檢查GPT 你有檢查GPT可以和你做律師的 所以那些不要緊的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思維要正確 你要想通些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 什麼學位 什麼學位 什麼學歷 有什麼年資 那些不要緊的 你的年資 夠GPT高 不夠 他做些事情 超過你幾十年的經驗 對不對 所以不要緊的 大家開心健成這樣說 什麼都可以 無事不可為 在香港的環境 只要我們有一個信念 堅持這個信念 是走一條正軌 你打官司不要亂打 有時候你要看那個案子 是不是值得打 剛才我說的那些無名英雄 陳俊傑、快邊和蔡玉玲 他們真是英雄 因為他們堅持這個正義的原則 堅持就算輸了 一樣用個人的力量去打下去 最終就是一個突破 如果不是快必堅持去打 現在正師民都兇了 23條就兇了 現在不是了 他在上訴 就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你明白嗎 所以這樣的抗爭 不是說你一件事就可以贏了 是有無數人的累積 那個力量累積起來 一個人做一點 另一個人做一點 加起來起來 今天我就用了他們所有的力量 就構成一篇文件去挑戰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幫忙 我就沒有這麼多話說了 陳俊傑幫了我 唐英傑幫了我 快別幫了我 朱啟邦都幫了我 我毫不容易引用他們的案例 來挑戰他們 當然他們是付出了很多 很大的個人代價 他為香港是擺上自己 服了這個刑責 但是他們的 他們的現象不是白費的 因為他對全世界 對全香港人做了一個見證 就是這個政權是多麼無稽 他們就是要去暴露他們的政權 我今天就把他們這個案例公諸於世 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從他們的案例身上 就看到這個政權多麼無稽 就是完全是犯上的 連到這個人大常委所定下來的準則 他們都超越了 這個是月權來的 根本就是 他們是違憲不得已 還是月權 他現在拿著雞毛 當令箭 以為是 這個是他們的憲法責任 這個全部是吹牛的 所以藉此的鼓勵大家 好了 其實現在那個環境 阿龐博士就知道 甚至《大公報》就說 《國安法》就可以清除了 所有的黃絲經濟圈天 早期說 他都說黃絲經濟圈已經窮途目落了 所以用《國安法》會議都清除了 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 這幾天的案件就是股思瑤 股少台的一個棺材 甚至寫了一個抗爭的言論 去抗議區議會 去年 現在他是被控啟圖煽動罪 啟圖而已 這不是現實 但是現在蘇維德法官 盼他有罪 是的 9個月 他的解釋就是怎麼樣 蘇維德是怎麼說的呢 蘇維德就說 所以這裡有很多拖子的選民 他說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 他不是自由自由的 我所說的 反反夫夫就是這麼說 為什麼 因為律政司或警務官 就是永遠都是用這句殺手的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 去到《方之四》可以佳準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 然後就這個支聯會那裡就是 結社自由不是絕對 集會自由不是絕對 什麼都不是絕對 它所謂不絕對就是 人權法第十六條 然後第十八條十九條之類的 條條都是有一條所說 不是絕對是受國安安全 或者其他的東西來限制 他就全部用這個殺手間 講完之後 那些律師啊 不懂得拆解 人權的槍耳者 完全不懂得拆解 有些就連那個問題 在說什麼都不知道 那裡慘 你連人家為什麼這麼說 你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說不是絕對 我以為是絕對的 那你死火 你怎麼可以和人打官司 你這樣實輸的 真的不是絕對的 現在我講給你聽聽 他說不是絕對 是真的 但是不絕對得來 都有很多是絕對 有一些是不絕對 有一些是絕對 有一些是絕對 有一些是不絕對 不絕對的就是 如果你的言論 是指使人進行犯罪行為的 那個就是要受限制 如果你只是講自己的思想 你的信念 你的包括你的信仰 你去講宣諸與口 你我信什麼去傳教 叫人去信天主教 經督教 佛教 道教 回教 什麼都好 沒有犯罪的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接下來 他們國安法的政府 漸漸就會滲入去封殺宗教自由 已經開始了 所以上次那個 那個什麼牧師 走去那個 那個 那個殺人犯 那個代表那個 那個殺人犯 那個 古龍明 在那個教堂那裡 動之國旗 是吧 去表忠 他以為這樣就是愛國 這個正正是違反了基本法 人權法 人權法的精神就是政教分離 人權法那裡講到明 國家安全的名義 不可以左右干擾宗教自由的 是不行的 他現在就自動獻身 人家都沒有叫你這樣做 你為什麼要去表忠呢 在外眼 是不是遲些就要放習近平的肖像在那裡 不是的 那個就是人權法那裡保障你 不用受國家這樣的干擾 你叫大家去看一下 所有的教會人士 天主教 基督教 教維亞物都好 你去看香港人權法案第15條 第一款 還有第二款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信仰自由 是受很多的限制 譬如你限聚令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教會都不可以聚會 是不是 你聚會幾十人幾百人 那很危險 所以疫情的關係 你可以限制宗教活動 你也可以限制 用這個倫理去限制宗教 有些這樣的宗教是真的不倫的 那你可以限制它 但是你就不可以用國家安全的名義 去限制宗教活動 這個是很小微點來的 第三條好不可以呢? 因為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一點 其實香港裡面 現在都有些人擔心 第三條立法 會碰到宗教界 沒錯 它怎麼碰到呢? 它是一些信仰 例如是一些風水啊 算命啊 沒錯 它是怎樣干擾它呢? 它就把宗教活動 就當成是一個社團的活動 兩下指示 但是有關聯的 所以人權法那裡有講社 基本上都有講的 就是社團 社團的活動呢 是可以受到很多限制 包括國安的限制的話 社團 因為這些社團 有些的社團呢 就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嘛 政治活動得來 不得以就 不是說是政治的觀點 不只是講思想 不只是講理論 而言之後 是講實質行動嘛 那些你就可以限制它了 那些人權法那裡沒有清楚釐清 但是如果你只是從這個結社自由那裡這樣看 當然結社自由是受這個國安限制的 但是 也都有講第十五條那裡 就是信仰自由 就不受國安限制的嘛 信仰就是信仰 信仰不講政治的嘛 就不受國安的 所以他們現在想偷雞 就用結社自由那裡 就滲透到這個宗教自由那裡 就說你宗教也是結社 因為你教會啊 什麼佛子啊 什麼什麼 含藍都是社團來的 你要拿牌的 將你打成做一個社團 它就可以限制你了 所以你就要懂得說 我這個不是社團 我這個是宗教活動 有絕對的權利 不受國家安全的影響的 這個概念 開始要建立的啦 因為殺到來的啦 限制宗教自由呢 是遲早的事 立了國安 立了廿三條呢 就會抗議大致 就會包括了宗教自由的啦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